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之一 就是人在家門前卻不得其門而入 女星曾知乔19號晚間工作回家 卻發現竟然忘記帶鑰匙被鎖在家門外 雖然有請經紀人聯絡所降 不過在等待的時間乔乔也沒先著 在自家大樓內 不顧旁邊一直有鄰居經過 打開臉書直播 和網友分享當下的糗狀 粉絲也留言出主意 要她打電話給男性友人求救 不斷強調自己是獨立自主新女性的曾知乔 因是不像住在附近的閻雅倫求救 甚至一度考慮請爸媽開車上來台北 在等了六分多鐘之後 終於等到鎖匠前來開門 結束這場被關在外面的驚悔祭 隔天一早閻雅倫上傳一張 和曾知乔的合照 還故意標記 沒帶藥匙之後 炸開悄悄玩笑 不過有網友發現 然而是在床上自拍 驚呼 難不成真的去閻雅倫家過夜嗎 其實曾知乔直播時透露 一早六點就有通告 所以兩人應該是在工作場合碰面 喬喬也留言回應 我是故意沒帶藥匙的 女孩們學起來喔